道家跟佛家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告诉我们 一切顺自然 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且都是好的 没有不好的 没有不好的 我个子矮 我就觉得我很高兴 因为我个子矮 要扫天花板的时候 不会找我 很愉快 我个子高的时候 我也很愉快 因为什么 因为有些东西 我抓得到 人家抓不到 打篮球的话 我占便宜 希望你有什么不愉快 一句话讲完了 你会长成什么样子 就是因为你这一辈子 要做什么事情的一个准备 所以你相反应该去体会 我长成这样子 要让我做什么的 而不是老怪自己 这样不对 那样不对 大家还要更进一步 就算你表现得很差很差 就算你被人家看不起 也没有什么好计较 有什么计较 我问你计较什么 人一生下来 就是不平等的 这是我们跟西方最大的不同 西方人会告诉你 人是生而平等的 这很奇怪 但他们会相信 我不晓得在座 有没有人相信 人是生而平等的 有没有 没有 你说佛家不是说众生平等吗 是没有出生以前是平等的 死了以后也是平等的 只有活着 你就是不平等 那你就没有什么苦恼 我们很多观念 就是从不平等而来 怎么你可以坐得那么舒服 我就是要站在这里 你会看到我们一上汽车 我们第一个就说 好幸运 总算几上来的 很满足对不对 马上觉得不对啊 那你怎么可以坐呢 我怎么站的呢 一样的票啊 他马上就不高兴地来 然后就告诉那个人说 你过去一点 你过去一点 我呢很守分 我只坐三分之一 绝对不会 添你们的麻烦 旁边也觉得这样喝的呀 他这点 你真的只坐三分之一 很满足很满足 然后突然想不对啊 怎么你们可以靠 我不能靠呢 老婆我管他呢 帮你的忙的人是最倒霉的 我想这次中国人每个人都有体验 所以我们现在都不帮人家忙 我帮你忙才怪 你看人家不理你 他没有事他做得好了 我好心好意啊 那一点点 天后 有的做还不错 有的做还不错 有的做你一抵 他出去了 那更气 所以中国人有一个观念叫做 寧可救虫啊 不要救人 我们有太多的苦难 他的主张跟现行的教育 刚好是相反的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 都是有条件的接纳自己 我一定要考一百分 我一定不能输给别人 我一定要升级 我一定要读完小学 我一定要考好重点中学 为什么 我不想为什么 当然我们也会讲啊 你看很多人没有大学毕业 你看人家都有成就 但是我儿子就是不行 很奇怪 为什么你儿子就不行 别人可以啊 我儿子不能 我儿子一定要这样那样那样那样 我们的问题就从这里产生 我们常常为了自己的表现不好 而感觉到很压抑 感觉到很没有自信 感觉到很自卑 我必须要说明 一个人自大跟自卑是完全一样的 自卑的人他就会显得很自大 而所有自大的人 其实都是自卑 都是自卑 我倒不知道说 你骑一步破破烂烂的脚道车的时候 你心里有什么感觉 我可以说得很清楚 当你家里很有钱 也很有事的时候 你骑个破脚道车 你不会觉得就有什么丢念 你会说这是接俭 这是低调 这是不要刺激别人 你会讲得很好听 可是当你没有钱 没有事的时候 你再怎么样也不敢骑上去 那人就是这么矛盾 我们都在骗自己 我们嘴巴都讲 劳动是神圣的 职业没有贵 那一件事实际上 我们心里头都不这样想 我问你 哪一天人家问你说 你爱人现在在做什么 你是个总经理 总经理 你爱人现在在做什么 你会很自然的回答说 他在开计程车 请举手看看 刚开始你会啊 职业没有贵贱 劳动神圣 总经理 你的爱人现在在做什么 他在开计程车 然后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对 你只知道糟糕了 这怎么回事 下次人家问你 你爱人在做什么 他在家里闲着 很奇怪 这就是我们的过程 中国人嘴巴很会讲 心里头很难去调试 因为我们心里想的是 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嘴巴讲的多半是外国人的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